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午安 我们知道男人最常见的癌症叫做前列腺癌 而前列腺癌跟前列腺肥大并没有直接相关性 有时候癌细胞多大个程度会阻塞 然后造成下落症状 那手术的时候才会发现他是前列腺癌 很多80岁以上的老人 其实在死后做结果都会发现他有前列腺癌 所以前列腺癌并不是一个很可怕的疾病 相反的他是一个进行了比较慢的疾病 不过当一个人的前列腺 他有一些肥大有一些下落症状的时候 医师往往会跟他抽一个前列腺特殊抗原 叫做PSA 如果PSA大于4.0以上 你就要高度怀疑他是不是有前列腺癌 虽然PSA并不表示说一定是有前列腺癌 他也有可能是前列腺肥大 或是慢性的前列腺发炎 或是细菌感染造成的 但是呢我们总是要小心一点 如果真的前列腺特殊抗原 都不会降下来 那这时候我们一定要做前列腺切片 确定有前列腺癌之后呢 在早期我们可以考虑用荷尔蒙治疗 放射腺治疗或是手术把它切除 但到了晚期我们还有很多的荷尔蒙治疗 或是新型态的荷尔蒙治疗标靶治疗 这些或是化学治疗可以把前列腺癌控制住 像我们这个电脑上面看的 左边是很严重的转移 但是右边就是经过荷尔蒙治疗之后 很快的就变消掉 当然前列腺癌 他有可能转移之后 控制的不是很好 会有起起伏伏的现象 但现在都可以用很好的药物来治疗 所以有前列腺癌的男性朋友呢 不用担心 赶快检查 赶快治疗 如果是在早期可以把他痊愈拿掉 那这样子的前列腺癌就一点也不可怕 纵使到了晚期 我们也有很好的药物治疗 千万不要放弃 有机会改善前列腺癌